全南县地处江西最南端 位于武岭之耀冲 干敏之咽喉 素有江西南大门之称 是客家先民逆水而上举家南迁的主要通道 也是客家民系繁衍生息的重要集散地 自古以来 居住于全南的客家人 一贯遵循着男主内女主外的传统观念 除了一些耕田爬地的农活 由客家男人负责外 其余的全都有客家女人承担 繁重的家务杂活 使得客家女人承受着非同寻常的压力 全南地处亚热带季风型气候区 雨量充沛 常年阴湿 身居在阴冷潮湿围屋里的客家女人 早先大多都染有头疼风湿之症 为了郁寒防湿 客家女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 发明了一种郁寒保暖的头巾 当地人称之为东头帕或果污帕 实际上客家女人常年都裹着这种东头帕的 或许为了防风 或许也为了美观 但不解的是 这种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裹着的头帕 为何不称之为春头帕或秋头帕 而单单称其为东头帕呢 全南客家女人佩戴东头帕由来已解 据全南县制记载 清末民初县北成年妇女 头素黑布称果污帕 县南成年妇女 头素黑白相见的柳条帕 称蓝金帕或东头帕 早期的东头帕只有披肩和丝带两部分 后因南方昼夜温差大 潮湿天气长 客家女人便在制作丝带的工艺上增加了护额 从而形成了由披肩 丝带 护额三部分组成的东头帕 也称蓝金帕 这蓝金帕的称谓据说与东头帕一样 也与客家方言的谐音有关 因为这个蓝金帕主要是带着头红 全南蓝蓝就动个意思 刮到绳上就动 刮到头红就叫蓝 蓝都肥成 所以我们把蓝金帕那等头帕 称称就是蓝金帕 全南客家蓝金帕属传统手工制作 其工序复杂 流程繁多 从弹松好的棉花到制作好蓝金帕 共分搓棉卷 纺棉纱 缺棉纱 染棉纱 姜线 卷棉纱 羹线 以及上鸡 剪花 织布和缝制等11道工序 不仅要有相当的旅工基础 更要有三分的智慧和七分的耐心 首先是搓棉卷 取育团弹松好的棉花放在桌面上 均匀地铺成15×20厘米的薄棉片 再用一根30厘米左右长的灭针或小圆棍顺势卷起 然后用泛增盖轻压慢推将其搓成棉卷 全南客家女人为什么会想到用泛增盖呢 据说泛增盖一是盖底平整 二是盖面装有把手 使用起来既省力又省时 棉卷搓好后便从中抽出一点细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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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其固定在纺车的纺针上 这时右手转动纺车 左手则平举棉卷轻轻地往外拉 双手配合慢慢将棉卷抽成细线 工序看似简单但技术性很强 双手配合不好转速过快或过慢 都会影响纺纺纱抽线的质量 而全南客家蓝金帕的编织者们 是如何掌控这纺车转速的快与慢呢 封面装 之前拿到棉卷 拿到棉卷 拿到棉卷 拿到棉卷慢慢咬的时候 咬到开咬 就好色 油满了 油满了就好台 好台油就清淡 好色也就好容易囤了 就慢慢咬到去 卷棉纱 染棉纱 以及浆线三道工序 都较为简单不太复杂 先用简易的圈线工具 将防好的棉纱钉子 圈成直径50厘米左右的棉线圈 再根据需要将棉线圈染成黑色或红色 由于新制成的棉线太过柔软容易打结 所以聪慧的客家女人会用米浆或面浆 进行浆洗晾晒 从而使其硬化 棉线浆洗晾晒好后 可将其固定在拉叉子上 线头则缠绕在另一侧的小竹篓上 然后卷成一个个小线圈 约十余个 以共下一道工序耕线所用 耕线是先将打好洞眼的竹片挂在墙上固定 地上依序排好织布所需的各色竹线篓 两头打上木桩 再将竹线篓上的线头穿进墙上的竹片洞眼 继而左手抓线右手相助 来回缠绕在木桩上 各色棉线布好后 便可挂在织布机上进行剪花了 剪花分帕心剪花和帕帮剪花 帕心剪花是将红白黑颜色线作为金线 白线作为尾线 从而剪出错落有致的相眼花 而帕帮剪花则是用白线作为金线 色线作为尾线 与帕心剪花刚好相反 所以剪出来的相眼花也就别具一格 织布是整个蓝金踏制作流程中最具技术含量的一道工序 俗话说布要织像样全靠织布架 织布时不仅要用双手左右来回地 滑动着装好线的梭子以形成尾线 而且要脚踩织布机踏板控制金线 如此手脚并用筋纬红 上下排列左右穿梭 布匹便可织成 当一匹匹花色各异平整亮丽的花布 经它们一缩一缩织成时 它们按捺不住成功的喜悦 纷纷带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来到河边进行调洗 之后便将布匹一一甩上竹竿亮晒 而这不仅是劳动成果的展示 也是它们情感的释放和呈现 织布工序中还有一个小的环节 那就是织扎头子 由于扎头子的长宽难以固定 而且纹饰多变 因此客家女人会用各色棉线 采取手工编织出各色纹样 其中有文字纹样 数字纹样 起伏纹样 生活用具纹样 以及动植物纹样等 使简单朴素的蓝金帕 更显层次和美观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真是好干的 一是我们就这么大 就年墙的年去做到培家 那时你就打了灯 里面还封了有室 王室就这样 去年墙的年灯 那时你就封了休息 这发 连发 毒油 打了毒油 蓝金帕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便就是缝制了 先是减25乘50厘米帕芯布一块 和10乘50厘米帕帮布两块 再将两块帕帮布分别放在帕芯布两边进行缝合 然后将10乘55厘米的黑布折成双层作边 再将两根丝带分别固定在两侧以制成皮肩 此外人们会再用12乘45厘米的黑布对折缝合作面 用同样大小的色布对折缝合作垫 然后将布面、布垫和大扎头一起缝合成护额 如此这般特色鲜明、质朴美观且防风保暖的全南客家蓝金帕便制作完成 然而蓝金帕是用来佩戴的 如何佩戴和如何搭配 各家女人都有一定的讲究和方法 在这种威胁上,这种威胁的物件 有好多药品的人都能在家里面 好多福啊 人都能在家里面 出口的人都能地劝 来在家里面 为何他们的效果 出口的人都能地劝 我们这个人为何方的皓来 我们家里面的身份 我们家里面的照片 我们家里面的照片 所以用来返势 我们家里面的照片 在家里面的照片 や小鸡 谁是 dear 我 我的家里面的照片 全南客家女人在不同年龄段 她所佩戴的蓝金帕花色是不一样的 年轻女子的蓝金帕一般花色艳丽 中老年妇女则喜好色尘单衣 而家庭富有的便会在户格上 乡上银器饰品 由此更显富贵华丽 在全南客家传统婚俗中 蓝金帕是女方必备的嫁妆 新婚女子不仅要为自己编织蓝金帕 还得精心为婆婆奶奶和外婆 分别准备一套新编织的蓝金帕 客家女人不仅生前要佩戴 据说死后还得佩戴蓝金帕入恋 更有趣的是客家女人过世后 其贴身穿的裤子 子女们会拿出来平分 注意习俗到底抑郁着什么呢 因为哭和呼是爱因 我那爱的东西学家呢 分哭就是分夫 所以给他自身分得了哭 感到特别高兴 蓝金帕是客家人的产物 不仅全南 其周边的龙南 定南 以及信封 安园等客家人居住地 也都有蓝金帕 由于全南建县时的行政区域 是从龙南信封两县划分过来组成的 所以全南客家蓝金帕既有龙南特点 也有信封特征 而更有全南特色 不失为适样美观花纹精致的 全南客家蓝金帕 在全南乃至整个客家地区 以风行多年 有的说蓝金帕自中原传入 是北方投金文化的元旭 有的又说蓝金帕因太平天国而兴 是义和团投金文化的传承 而居住于赶南山区的客家女人 是无心也无从探究这一起源的 她们只知道祖祖辈辈都一直这样编织 这样佩戴 从十岁开始一直到死 客家女人从未离开过这块 保经风霜的蓝金帕 是蓝金帕陪伴她们 度过了一分一秒 走过这一生一世 可以说蓝金帕与维乌一样 已成为客家民系最具特色 最具代表的识别符号和元素 如果说维乌是一座著有客家历史的不朽封碑的话 那么蓝金帕就是一面织满客家情怀的不倒金旗 世世代代飞扬在赶南这片多情的土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